如果有可能的话 您会不会对另外一档节目 奉献自己的又一个12年呢 最好不要在一个节目上再花12年 可是别的事情可以花12年 比方说写作啦或者是旅行啊 那可以再花12年 那做节目我觉得点缀性的做就好 我自己会参加节目 都是因为有一些特别的人我想要遇见 或者是有一些特别的内容我想要试试看 所以啊 只要我有去的就是因为我 我想要见到里面的人 您觉得这回来火星开会 会不会给您带来什么不一样的体验 或者改变呢 我本来就觉得很多事情都应该 站在外星人的角度看地球人 才会看出来地球人到底在做些什么奇怪的事 听说是一个很吵的节目 这一点我要经历一下 因为我平常挺怕吵 只要制造一场大乱 然后看大家怎么收拾 那个比较好玩 你觉得场面会一片混乱 一片混乱啊 我非常擅长制造混乱的 您以后会经常回来这么火星开会吗 要看火星被开发的程度怎么样吧 如果越来越热闹 越来越多有趣的人聚在这边的话 我一定会很喜欢回来的 我朋友圈其实有好多明星 然后都好好玩 所以我希望有机会能够显现 他们那个很可爱的私下那一面 那跟我们的汪涵局长们俩 谁会更胜一筹呢 汪涵应该会胜我不止一筹 大概八九筹吧 韩哥超厉害的啊 所以没有什么难得倒他的 好那等一下期盼你赢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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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